欢迎收看《环宇全世界》 带你走进全世界 我就是蔡永康 包括两岸国际大事 带你深度剖析 打开视野 在YouTube收看的朋友 请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开小铃铛 加油 订阅快要40万了 来 10月份果然是有大惊奇 川普确诊了 美国大选会如期举办吗 那无法造舍的川普 会不会转而加强打北京的力道 来博取支持 北京方面又会趁机 来加强对台湾的施压吗 这段时间两岸都在办国庆 蓬佩奥的亚洲行 会先进什么的波澜 为您介绍今天要请到的三位来宾 首先是前立委雷倩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文化大学教授郭正亮 大家好 丹丹大学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张伍岳 大家好 我们就先请教三位来宾 第一时间你听到川普确诊 一定心中有很多的小剧场 用一个字帮我们讲一下 你当时第一时间的反应好吗 然后我们简短的短评一下 倩你是为他祷告吗 为川普祷告也为我们自己祷告 因为川普毕竟是 全世界最强大国家的领袖 他如果出了事情会有很多影响 同时呢 为什么要为我们自己祷告 因为美国可能没有像现在这么脆弱过 他的民主法治在川普的第一任中间 发生了很多荒腔走板的事情 选举有很多可怕的变数 社会动荡不安 最后还有很多资本主义 目前没有办法解决新冠疫情的 各种各样的危机 所以如果美国的总统真正发生问题 美国乱了 就好像大象转生 旁边的小草跟蚂蚁会倒霉 所以为他祷告也为我们祷告 你用那个字刚好就CNN了 说川普确诊之后 让整个国家陷入动荡 郭云用的是 巧 巧 就这么巧 找不得晚 为了刚好在10月 而且他是自己宣布啦 因为这个病症状轻微 你要什么时候宣布 也有一些时间可以做考虑啦 那他是10月2号宣布 那9月30号辩论完 大概进入内政的究责嘛 那他这个时候宣布 隔了14天刚好10月16日第二场辩论 所以这个14天的隔离期 大家就不好就责他的内政 郭云你真的从政治角度 去解释人家的习物 然后10月16日就刚好是第二场辩论 刚好重点是外交 那必然重点就是中国 所以你认为他连宣布的时间点 都经过沙盘推演 如果说他在辩论会之前就知道的话 他还出席辩论会 那就是有责任问题了 他当然会说他不知道 就得面对了啦 可是你没有证据啦 因为他看起来是无症状感 而且当天他的家人进去坐下来 旁听都没戴口罩 请教一下张老师 你写的是乱 听到第一时间反应是乱 对 乱什么呢 接下来会乱 不是 就是说我们看到 美国第一次的总统电视辩论 让人看觉得如此的乱 那第二个 那这一次的染疫 让整个双方的竞选的节奏 整个都会打乱 那第三个 那这个疫情到底是 川普的病情如何 那当然直接牵动到美国 买自己包括其他国家的一些走向 所以让很多的因素 让大家完全感觉到一个乱字 这是我第一个感受 说乱到底要修多久时间 因为英国首相Johnson在确认之后 修了三个多礼拜才正式的露面 到一个月才会复正式工作 他真的是去了ICU了 他是真的很严重 他是3月27日入院了 然后4月12号出来 然后出来之后民调暴涨20% 那由川普是否有看到别人的例子 我先问一下郭文元好了 因为这个就是传染给他的那位幕僚 Hope Hinks 据说是他身边最美丽的幕僚之一 最美丽的女助理 30多岁 那其实我刚才也提到了 辩论会当一天 他的家人进到现场的时候 就川普的家族进去的时候 其实规定要戴口罩 但是他们都没有戴 也形述一个氛围就是 拜登其实很弱 然后他们家里面 就是比较强壮一点 我们上次讨论过 你认为其实现在 自从传出确诊之后 阴谋论很多了 我列举一些 包括人有说 他这样做是要争取同情票 接下来两个礼拜 他绝对占取了媒体的版面 让拜登被边缘化 而且更有正当性的理由 不承认选举的结果 如果他完全恢复的话 证明川普我身体是健康强壮的 或者连大选的时辰都出现问题 你怎么看这些阴谋论 最大的冲击是什么 我觉得最大的冲击是 媒体聚焦通通在他身上 就拜登真的被边缘 而且拜登对他内政的究责 你看拜登就是个老实人 他把他的所有的 负面选举广告全部撤下 他对川普的攻击先撤下来 全部撤下 因为他怕引起反弹 所以内政的究责 或者是COVID-19的一些检讨 暂时就停止了 那暂时停止 当然川普 我们也预祝他能够赶快健康 我们也希望听到他的辩论 那10月16如果如期是第二场 那就是外交嘛 那川普的火力必然是集中在中国跟拜登的儿子 你认为第二场辩论不会延期 14天基本上是刚好 那当然除非他的病情恶化 就像你讲的 这么刚刚好就那么巧 出来可天就刚好辩论 因为Boris Johnson 那就是3月27到4月12 就超过14天 所以也很难说了 可是副总统辩论恐怕是会受到影响 所以那个CAMERA跟那个彭斯的辩论 你恐怕本来那个女方那个CAMERA是口才非常好的 检察官嘛 他大概会全力攻击彭斯 那个辩论应该还是会登场 只不过是距离从6月1日要再拉到10月1日 可是就是这个彭斯他是防疫的总指挥 所以CAMERA的重点一定是讲防疫嘛 那川普这个时候入院CAMERA要批评这个部分 恐怕就会有点 有点受到节制 有点绑手绑脚 对对对 就郭委员的解释 未来两周拜登确实在媒体上面 会比较被消失 比较被动 然后本来主攻的国内疫情要就责的部分 基于这个感觉好像 这个时间点去批评有点不太是不够厚道 对不够厚道 所以就责力道也会稍微削弱 然后川普就用推特跟视频来主控整个言论 这样子说起来川普确实反而对他的选期民调 整体来讲会有加分的感觉吗 因为当中还包括了同情票 看来美国媒体的确 他们也觉得说 接下来会不会有包括了政经之外 还有更多的同情 倾景你来估计一下同情票的效益会如何 我先说一下14天 就是说其实川普到现在为止的这个 他们叫做timeline 就是他发生发现染疫的时间没有确定以外 他立刻就要去进行实验性的疗法 对 所以最后就会有奇迹式的恢复 恐怕是这样的布局 那实验性疗法的公司股票也涨 对 可是所有的人都会觉得说 一个国家的元首在这样子还没有症状的情况 或是轻微症状的情况之下 就直接去用实验性的疗法 平常的所有国家的御医应该都不会同意的 这些为什么阴谋论就比较多 所以大家大法官提名的那一场会议的人里面 已经有六个到七个人也承认自己有染疫 包括他以前的发言人Kalian 所以说大家要在想说 那天会不会是一个super spreader event 会有很多人在那个时候发生问题 那假定发生问题或者是没有发生问题 我都认为这是川普的一个险招 绝对不是他的第一想法 你认为这是招 就代表说他 就是其他人在做的操作 譬如说他的白宫的很多人都还没有戴口罩 在白宫走来走去讨论 所以他个人 今天也宣布他的campaign manager也是染 所以他个人有一个情况 但是他其他身边的还有其他的人 在运用这个事件在做各种的运作 那我们光从数啊 就是刚才郑亮讲的那个巧的角度来看的话 现在发生问题 刚好可以帮川普解三个套 第一个套就是他个人税的问题 就是在纽约时报说 你这么多年来只有最后你当总统两年 各交750块的税 他否认了 750他说我交很多很多税 问题是你的报税的资料是要公开的嘛 那纽约时报说的是750 我觉得750这个数字 对绝大多数的美国人来说 都是无法接受的 你在美国你只要是工作的 无论是以前当研究生啊教授啊 你做一个清洁工 你都不会只交750元 所以这个事情他第一个他就闪过了 第二个呢看起来COVID是芳心胃哀 第二波要回来他从头跟共和党 跟民主党之间就是在打说 COVID是真的还是假的 他到底是真的这么严重呢 还是没什么了不起 他自然会消失 现在看起来 不好意思越来越严重 他在选前挡不住现在的 有27周都在继续上升的状况 700多人染疫 20多万人死亡 他怎么样可以闪过这个 那他自己生病 就好像Boris Johnson当时 大家记得吗 他要推行的叫群体免疫 所以大家都不用去处理 60%感染就OK 大家感染我们就OK 就被痛骂了以后 他忽然间就生病去医院了 所以说 他也躲了这个事情 我觉得他躲的第三个事情 可能不是他愿意躲的 就是他第一次辩论 本来是想要不断去打乱 拜登的步骤 然后表现说对方是一个 头脑不清的老人家 可是相对的 他的这种态度 咄咄逼人态度呢 却在全世界 把他的个人的性格 做了另外一次的铺陈 那这不是他喜欢的 所以这三件事情 都不是他最有利的 所以他在用COVID染疫 这件事情呢 就顺势可以躲掉 这三个事情 而且有一段很长的时间 不必面对这些事情 然后媒体跟人民 都是健忘的 像我刚刚讲的时候 你可能已经忘记了 他只有交750块 对不对 因为那听起来 好像已经非常遥远之前了 因为750块是在辩论之前 辩论之后就染疫染疫染疫 就发生了很多次 你想到了巧门比我还多 至少三个 如果是顺势解决 这三个危机的话 那病毒也得顺势让他得到 还有最后一个事情是说 当天大家会认为 最没有办法解释的是 在美国有这么多种族冲突 跟社会公益的这些情况的时候 到底是Proud Boys 还是Antifa 就这两个组织 到底是谁对美国最影响的 这两个极端组织 那川普在后来 他事实上你仔细去听 他有试图的去改变 他的说法 也试图去谴责极端的 那个白人至上主义 所以他其实有几件事情 他是得要赶快转过来的 他要在他下一次的会议之前 那同时本来是外交的话 他如果刚好14天就出来 那就太好了 因为以色列的 跟那个阿联酋 跟巴林的事情 刚刚好已经签完了 大家都已经忘记了 可以再讲一遍 就这么巧 然后那个Pompeo 最近他在亚洲 东跑西跑 他到欧洲去东跑西跑 刚好可以凸显 美国在全世界的领导地位 所以说就给他铺垫了 一个非常好的舞台 一个重新恢复的总统 在外交上是大赢特赢 进入这个舞台 是对他有利的 逆许三得吗 这个字送给 欠琴 躲掉了税的争议 躲掉了疫情的究责 躲掉了第一场debate之后 辩论之后 大家对他的一些负评 好 请教一下张老师 这一次川普要休息14天 对于善于营造群众魅力的川普来讲 也是有些风险 因为无法在第一线 造势场合出现 对他来讲就是一个 比较不好的状况 因为他群众魅力是存在的 无法造舍的川普会怎么样 有人在预言 接下来这段时间两个礼拜 他会用各种影片的方式 或是用他的外交 或者是贸易的方式 去主打北京 加强力道 打中的力道 然后可以争取更多的话语权 跟之前打中的机哨的延续 现在就有一个说法 就是美国的前国务刺青担忧 在川普的这14天当中 他担忧的就是包括了 俄罗可能会骚扰东欧 北京可能会趁机打压台湾 你怎么看川普这几天 这接下来休养的过程当中 会不会对于北京的力道增加 我想不会面对媒体的川普 大家好好看他的推特 因为他的推特还会继续滑的 只要川普还建在的时候 我想说推特是绝对是 他第一个有名观察的工具 那第二个当然就美国来讲 必然在这场选战当中 川普已经打了定了 这是一个所谓的抗中路线的 所谓在美国境内的诉求 那在抗中诉求当中 台湾本身作为一个 对美国内部的选举而言 当然是一个成本比较小 效益利润比较大的一个工具 这是一个必然 只是他在操作这工具的时候 取决于两个 第一个取决我们自己本身 怎么来看待 第二个取决于北京 要不要配合川普的演出 所以因此在这种所谓的 美国在利用台湾牌 抗中的过程当中 有两个问题 才是决定北京 要不要进一步施压的 第一个取决于台湾方面 怎么来看待美方 因为现在北京认为 所有亚洲的国家里面 所有人都会做避险工作 只有台湾方面 似乎是一面倒的明显的选边 这是第一个 大概北京方面一致性的看法 第二个北京当然也知道 川普一定会打台湾牌 但是只要并没有碰触到 所谓明显的底线 或者接近所谓的红线 北京当然会目前为止 会坚持什么 四个字叫戒籍用人 这绝对不能什么 不能帮所谓川普变相去普选 所以除非是碰触到 北京无法容忍的红线 如果只是在红线边缘 北京就一定会加大力道 第三个北京面对美台关系的强化 以及台湾方面的反应 那他怎么做 当然很清楚的 所有人都是柿子会挑软柿 所以北京一定说台湾就是软柿子 现在的美国总统川普 基本上是个硬榴脸 所以他不会去捏这个榴脸的 他一定捏这个柿子嘛 那捏柿子的目的 倒不是说想让柿子完全屈服 而是什么 而是要展现自己的底线思维 想要对内部也有所谓交代的 所以在过程当中来讲的话 川普一定还是会打台湾牌 但是打台湾牌 会不会造就两岸关系的紧绷 会不会加大北京对台的施压 取决于我们怎么来看待 取决于北京认为说 有没有碰触到红线 如果都没有 那我相信川普的牌 基本上是受到什么 受到一个相当的规范 不容易什么 不容易引发两岸大规模的紧绷关系的 不过从吴钊燮之前的谈话 不寻求全面的台美关系的外交关系恢复 你认为我们台湾是否在川普 如果下个礼拜在第二场辩论之前 想要加强力道的时候 台湾的配合度没有那么高 我想台湾方面当然很清楚 对美方在这个时间 所表达对台湾的友好跟支持 这是一个难以承受 跟难以拒绝的善意 但台湾方面也很清楚 面对接受美国的善意跟支持当中 会不会给台湾带来一个 所谓难以承受的风险跟压力 我相信我们台湾方面 也一样在做评估的 所以我相信说不管是最近吴钊燮的讲话 还是很多政府的做法 也孜孜盛响认为说美国会打台湾牌 但是台湾在这一题上 就像蔡总统所讲的 他也不认为他是个棋子 他说不定也是下棋的一方 不管他能够下到什么地步 但是我相信台湾方面也会做好评估的 今天来的请假各位 我要进广告了 问一下民进党或者蔡政府 最关心在川普确诊之后的角度是什么 本来对川普来讲 他打台湾牌最容易的就是一个高官来访 那本来大家预期说蓬佩奥会不会10月4号到8号 到日本韩国蒙古 跑到台湾 那目前看起来是没有 说不会 已经没有 或者是他的军舰突然停泊到香港 类似这种事情 那这个还要观察 还要观察 那川普的确诊对于 整个蔡政府的应变上来讲 有任何在国安上面需要去思维考量的吗 我们只是祝福他早日康复 谢谢 好我们接下来 川普的确诊消息让美国的股汇是双跌 油价也跌 相对的一些比较有避险的像是黄金跟日元都涨 台币也涨 周末两天消化情绪之后下礼拜一开盘 观察重点是什么 秦姐帮我们预告一下 其实我们仔细看上个礼拜的数字 它的跌的是非常有限的 就是一开头宣布的时候市场有一个震荡 那叫Jolting 可是马上马上它就回复到了一个蛮正常的状态 譬如说道琼是减少了0.48% NASDAQ只有在礼拜五只有少了2.22% 但是它的这个2.22%有其他的原因我待会说 那Standard & Poor呢是少了0.96% 油只少了0.11元 第一时间有飞行师说会回挡10% 这数字会不会太夸张了 但10%是本来就在回挡的 因为我们知道说在8 9月以后 他们有一段时间就在预期回挡 但我们回去看三个基本面 第一个呢它这一段的回挡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是企业的纾困金 在白宫跟众院是并没有谈好的 所以企业就会开始裁员减薪 所以它本来就会有一定的回挡 第二呢高科技的那些 Facebook Twitter跟Google 要再去国会去作证 所以对于这高科技股会不会受到国会的影响 也是会有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 但我们要看的话一定要看大盘 看整面的话 你去看看上个礼拜五 每一个sector就是每一个部门的那个股票 交通跟运输是涨的 电子相关的是涨的 消费才是涨的 全部都涨只有energy就是能源 就是跟页岩油相关的 那个是跌的 其他每一个部门都在涨 也就是说美国的股票 还是在一个相对正面的状况 所以这是股市 那汇市呢本来在长期以来 美元跟其他的国家就已经产生了 因为美元超发 所以美元在逐渐贬值的状态 其他的国家在逐渐升值 所以这个汇市美金现在在 美元的指数在93左右 也不算是太低 因为他从90回到93再上来了一点嘛 好那黄金的话在发生事情之前 已经2000多 最差的时候是1800多 现在又回到了1900多 所以你仔细看的话 我们把它放在它的结构里面 全世界最重要的国家的总统 发生问题 发生了重大疫情 可是整个的股汇市的影响非常低 而且那些所谓的尖崖股啊 就是那些科技相关的股呢 还有很多的基本面在支撑 因为我们因为疫情而加速的智慧革命 还是对这些尖崖股有利 那各个国家因为FED 印了这么多钱 他有7兆美元的新的钱 打到了全世界市场 经过了各国央行的运作以后 成为差不多90兆的游资 还是会在股汇市里面继续去推升 所以看起来没有什么很大问题 来30天的时间去投票 你认为整个美国的社会或政坛 需要最值得关注的是什么 还有更大的十月大旌旗 最值得关注的恐怕就是乱 因为我们现在看起来就是云霄飞车啊 你每一次在一个转弯处 觉得已经不得了的时候 就会有一个新的 更高 你曾几何是听过一个总统说 我可能不交接我的职务 你曾几何是可以听到说 我们选举的结果我可以不认 所以我觉得乱还是最大的 其实如果川普的病情没有再进一步恶化的话 就像刚刚欣雷所讲的 金融面的反应 并不会再继续无限的探底 他用基本面还是有点支撑 那就是怕川普真的还会变得更严重 其实有个预言 虽然说我们不怪力乱神 不过还真准 这个瞎眼龙婆婆之前就说过 2020年的时候 美国的总统会出现了失能 或者是无法视察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然后辛普真的慢的话更可怕 对 他都说中了 当然了 沙野龙婆也有说不准的很多 这不过这点他说对了 但是会不会有可能 川普接下来的演绎的方式就真的 如果要拖这个选举的时程 或者是以拖待变的话 他就真的没有出来 有一个状况给大家看一下 美国是有一个总统失能条款 在1985年的时候用过一次 2002年用过 85年的时候 当时是因为雷根去结肠手术 结果老布希就占待总统八个小时 2002年跟2007年都是小布希 也是去做长期检查 副总统钱尼也当代理美国总统 各自都是两个多小时 这个要总统自己受责 签字 在他清醒的时候先签字 所以川普应该是不希望让外界 跟他有任何失联的画面 连接在一块 所以这纪律是非常低的 但是如果彭斯真的去代理总统 然后让川普可以这个时间 往后拖的话以图待变 这种可能性会有吗 你讲往后拖是选举延期吗 选举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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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斯跟川普都没有权利 嗯 除非你死亡 你的候选人名字 没有办法出现在选票上 嗯 否则只能够众议院决定 零吗 完全 是零 选举延期就是 除非你死亡 就是不是由他决定 不是由总统决定 要众议院决定 嗯 选举时间还是11月3号 嗯 11月3号只有众议院能改 或者否则是候选人就是死亡 嗯 那必须由共和党同心推选候选人 嗯 那那个推选的过程 共和党比较麻烦 那民主党就残境很大 他可以立刻换人 嗯 那共和党需要由八个州 簽署同意 那还是要由八个州来发动 嗯 可是我觉得即使发生这个局面 很快的共和党还是会 吞出彭斯来选 嗯 嗯 这个 剧本就是演得比较偏极端的 不太可能会出现了 不过来只给大家看一下 白宫接班人如果真的川普有状况 真的恶化到他 比强生还要更严重 可能真的没办法去试试 这个是权力代理人 权力代理人 权力代理人 不是选举 权力代理人第一顺位是彭斯嘛 对对对 再来是 再来是Pelosi 再来是参议院的临时议长 最后第四个是蓬佩奥 对 来我问一下因为川普 卫生部长排第十二 财政部长是下面 下面一个 下面一个 蓬佩奥下面一个 对就是财政部长 你要讲来的卫生部长 他故意跟你讲 他是排十二的 来我们那个 我们资金场都会问一个话题 我有听懂 就是 就是在选举的选举人票 开到最后一个周 上次2000年的时候 是因为 到底能不能够去重新验票 大法官做了裁定 然后最后是不验 就后来就裁定是由 当时 布希就赢了选举 高尔就退了 我想请问 川普前段时间 强推保守派的大法官巴瑞特 也在第一次的辩论当中 被提出来 这一位大法官的 被提名人巴瑞特 最近这段时间去拜访 这些参议员的时候 传出参议员也确诊 所以照理来讲 像台湾的集管署 他就会要求 这巴瑞特应该也要被隔离 14天 好 因此在美国 他因为拜访的人是确诊的 所以美国办大法官的听证会 这个时间可能会往后延 如果听证会的时间往后延的话 那大法官被正式任命的时间 能够赶在11月3号之前吗 就变成了个大问号 我请教一下张老师 因为本来说 川普要推 就是希望 如果到时候真的出现 选票争议的时候 大法官保守派的人数 跟自由派6比3 他占上风 比较有一张保险牌 不过现在普洛斯也跳出来 说如果拜登川普都没有留下270张 这个选举人票过半的话呢 那由国会来决定总统选举的结果 你怎么看 众议院的议长说这样的话 跟之前2000年的时候 是由大法官做的裁定不验票 我想当然众议院的议长 当然是跟川普是死对头 但是由众议院来决定 那这个确实是有他的难度 因为从美国的法律来看的话 川普总统一直讲 他说为什么 2020年9月23日他讲 2020年他认为最有可能的选举结果 是要由最高法院来决定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因此现在任命这个最高法院的法官 是很重要的 因为他认为他认为说 可能会重蹈什么 重蹈到公元2000年当中 佛罗里达的争议本身 也是由最高法院来进行裁决的嘛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 那从中院的角度来看 基本上是不乐见了嘛 当然不乐见了嘛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说 其实大法官来讲 在美国第一个他是终身子 所以除为什么 除非你是包括死亡 除非你是辞职 除非你是退休 以及除非你是被 众议院弹劾 参议院定罪 你才会去职的 否则他是一个终身子的 那因此现在 民主党最不爽的地方在哪里 民主党说 你这个川普总统 在2016年选举的时候 你比民主党的所谓希拉蕊 足足少了300万票 现在虽然共和党掌控了 包括参议院的多数 但是他们算过 在美国参议院当中 民主党的所谓的 参议院的所谓票数 比共和党要多1400万票 所以你不管哪一个 你都少数 少数的总统 少数的参议院 竟然强行 这样一个任命有关 你这样一个大法官 而且更重要在哪里 更重要当年2016年的时候 看到2月份 当年的欧巴马 也想任命一个新的法官 因为那时候保守派法官去世 还隔了一年 对对对 去选举还隔一年 都不让你去 那当时的 众议院的多数长 李先生麦康诺说 绝对不行 对参议院多数长 李先生麦康诺说 绝对不行 他说应该由金了吧 可是现在离选举 不到短短的46天 但我们都知道说 美国的大法官 跟很多国家大法官不一样 他会决定了 美国这个国家 未来的很多重大议题 公共政策的左向 包括枪支 包括遗体等等的问题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就法律来讲的话 当然一定是参议院 目前为止 共和党一定是多数的 所以只要是参议院来议决 那一定是会通过的 但是通过之后 是不是能够由 走最高法院来裁定说 今年的大选的争议 因为有关于通讯投票的问题 那就可以判选 川普来胜选 我想说这个另外一个问题 所以普洛西讲的话 其实不符合美国宪法 也不是 因为在美国宪法中间 它正在有一些断裂的地方 对 就是说假定说 最后的选举人票发生了问题 那在美国的有些州 是可以另行去指定选举人 那选举人中间 最后如果两个州 和最后的几个州 发生问题的时候 参议院是可以决定 不计入那些有争议的州 参议院如果决定的 有争议的州 譬如说密西根进去 没有一边得过270票的话 任何一边都没有得到270票的话 他就回到众议院 由众议院来投票决定 但是他的确 是有那么一个程序 是可以到众议院去的 就不完全是指到大法官 所以当川普一直说 当他在有一次的群众运动的时候 就说我们回到议会 你知道这是对我们有利 我们是23 27之比的 这个时候呢 他其实是在走一个 非常漫长的延长赛 再加延长赛 再加延长赛的一个程序 民主党一个消息是 在众议院主动出级表决 通过了2.2兆的纾困案 白宫版的话是1.6兆 共和党只能顺势 让这个苏困案过吗 有人说川普现在染疫 也许佩洛西会做一点让步 让步苏困案的金额吗 不 因为 共和党反对的原因是因为 他里面给他塞了将近5000亿 给各州的补助 各州当然民主党的州比较多 所以共和党就觉得 你这里面基本上就让你各州好选 因为州长很多都是民主党 所以 这个死不让也没有道理 因为大家还是在等钱 你怎么能耗到11月3号都不过 所以我估计民主党可能会做一点让步 我们看这个 现在美国的经济请教一下倩姐 因为裁员的消息还是不断的有 我给大家几个数字 像美国的空服员工会要裁3.5万人 10万人无薪价 高盛也传出要裁员 但我们有一个数字给大家看 相对来讲 虽然说一直有7月要裁员 但整体的每个月的裁员数量 从最高峰的7月到现在9月 26万到11万多 是有下降的 你觉得这一波 最高峰的11月降下来之后 会有下一波吗 纾困案发到年底 就钱就发完了吗 这一波跟刚才正来讲的纾困有点关系 因为白宫的这个版本里面 是有一大部分的企业纾困的 那现在民进党的版本里面 那白宫后来就是加上了每个人 发的变成400 从300变成400每周 然后共和党 民主党希望是600块 这是一个争议 就直接发到老百姓的手里 这边两边只是钱的问题 那第二个最重要的是 白宫希望给企业纾困 而民主党希望给城市跟地方 就是州跟地方 因为不要忘了警察 教师 医疗 都是城市跟这个州政府在办的 所以说如果你不给他们 怎么样去处理疫情呢 那这件事情在最近一段时间 你会看到每个人都在宣布说 我要裁员1.9万 我要裁员1.3万 就是希望能够 帮共和党加一点柴火 就是你企业纾困金 就是白宫版本里面有的 企业纾困金如果不给我们 我们就没办法支持了 所以我要裁员 或者是我要放无薪假 一开头有的就是空服员嘛 AA跟UA都要 对不对 然后你们看到的 包括我以前的老公司迪斯尼 他就说我的迪斯尼不能开 所以就是28000人 这工作也就没有了 all stay 就是你看到的一系列 都是说今天你不来救企业 企业就要裁员 就要放无薪假 那你就会有更多的 失业人口要处理 失业人口到现在为止 我们从3 4月那时候最高峰 2200万人到最近呢 还是有1200万人的失业人口 也就是失业率 虽然从14.7已经降到 差不多8左右 可是你还是扎扎实实的 1200万人在失业 同时也有一些人 他就是永远退出了劳动市场 因为他就是找不到工作 那这些人里面 女性的拉丁裔的又特别的多 所以如果说企业说 你政府不帮忙 我已经没办法 我就是要裁员的时候 这一波的威胁 会给共和党比较大的力量 因为包括在众议院通过的 这个2.2兆的这个纾困案呢 还要去参议院嘛 那参议院应该不会通过 民主党所通过的这个版本 他可能会去再加码 然后在两院呢 要再去协商一个新版本 那企业纾困这个部分 到参议院是可以败复复活的 这是两个方向的一个思维逻辑了 对 共和党就是政府提企业 企业提员工 这跟我们台湾口号蛮像的 民主党他就是 中央发给地方 地方就直接跟民众 也就是最传统的大政府跟小政府 大政府跟大市场的两个思维 不过中间 像企业喊说 我要裁员多少多少人 就是帮共和党加些柴火 刚才倩姐用那个形容词 不过相对我们来看 美国的竞争对手 中国大陆 这段时间的人民币 哇 算是暴升了 3.6% 一季升3.6% 是12年以来 单季最大的一个涨幅 其实对于北京来讲 打贸易战的过程当中 你的汇率不断的升 也不是好事一件 所以相信北京接下来 也会有一些出手挑战 另外美国对于 中国大陆呢 制裁的面跟像 除了从本来的华为之外 现在包括的中兴也被制裁 金融18有个评论 说这一次选中兴 是选错了筹码 因为中兴国际 四分之一的客户 都是在美国 禁止让美国的企业 我们刚刚讲到 纾困到一个时间 企业会喊财员 禁止让美国的一些企业科技厂 其实获利也在降低当中 所以不管是疫情 或者是现阶段美国选前 其实在过几个礼拜以后很快的 中美双方都会调整策略 是吗 应该是如此 但是大概选前 大概不容易做比较大幅度的调整 因为事实上来讲的话 人民币的升值它反映几个 第一个来讲的话 当然很清清楚楚的 在过去三年的这个贸易战当中来讲的话 不断的加税 促使人民币的升值 那第二个也反映美国的基本面 我们可以看到什么 美国无限量大胆QE 所以美元对其他货币相对都是弱势 那第三个也反映什么 反映大概第二季以来 对今年的经济的增长 跟第二季的这样一个趋势 你可以看到说 中国第二季来讲的话 GDP大概是正3.2 那美国大概是负了32左右 那全美国一定是负的 中国是大概G20里面 大概唯一的是正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大概确实如此 也合理啦 对但是你要说 有关于中心的问题 或者华为会不会解禁的问题 当然就看美国选后来看 比较有可能 我想选前来讲的话 都是原则禁止 那例外才是许可 例外才开放的 然后每一个个别的企业 升起那个禁制力宽松 或者是或者许可证 就一一再给 对所以北京方面也很清楚 面对这个整个内外格局 整个改变一定什么 一定就是目前为止 他们在建构嘛 就是双循环嘛 双循环就是一方面什么 扩大内需嘛 取之于超支在籍嘛 那第二个什么 分散风险的扩大外需 扩大什么 扩大对外的一些 一些所谓分散风险市场法则嘛 第三个北京方面一定要做的 因为北京最近发觉到说 他们在2019年 他们是全世界 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贸易逆差 服务贸易所谓逆差的国家 他2019年每一年的 服务贸易的赤字 高达大概1.8兆人民币 所以在这种情况过程当中 所以因此他们面对到 所谓的整个美中贸易战的问题 疫情问题 他们也在做经济结构 重新的一些调整 经济结构重新的调整 对于北京来讲 现在不管怎么样前面时间 都已经过那么久了 剩下三四个礼拜 借急又忍 所以不管在第二次辩论之前 川普用什么样的方式 来铺路再点多几家 中国大陆企业 我相信北京方面 应该是不会有一个 特别强烈的一个反弹 同一个时间公布 美国的什么不可靠清单 这种状况应该是 比较不会出现的 应该不会 因为中芯就是最指标 因为中芯断货 就是要断 华为的漏洞 因为中芯年底 也许可以做出14奈米 那华为就找到一个洞 至少14奈米还可以撑着 可是7奈米以下 基本上都没有 所以通讯晶片 那个部分是绝对都断 可是中芯你去断它 因为美国立即损失 每年大概是50亿美元 因为它比如说高通 高通就下单在中芯 那你怎么办呢 他一下子要找人接 也找不到 所以中芯还是有一些存货 先撑到11月3号再说吧 在川普传出确诊消息之后 第一时间还有另外一个话题 就是美国五角大厦有末日机 就是当地面状况 已经是无法控制的情况下 E2 Mercury 对 它的那个所谓 发动核战争的能力的指挥系统 就飞到天空上去了 起飞了 两架都上去了 当时媒体的解论就是 川普确诊之后 他立刻起飞 要告诉对象就是中俄 不要轻举妄动 和北韓 当然美国的军方自己 北韓人家金正恩都说 他认为他没有 祝你早日康复了 五角大厦就说 这是已经之前就排好的了 并不是刚好因为确诊的关系 所以这个末日机才是 中俄也有祝他早日康复 有有有 没错没错 但我请问张老师 看完第一场辩论之后 北京 北京官方的回应 包括这次川普的确诊 都是相对低调 但是也是祝福他能够早日康复 你怎么看北京 如果 如果是 好 比如说习近平 你可以像他们刚刚坐在一块 看电视看美国的辩论的话 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出现 我想他们第一个当然 保持战略定力嘛 就北京来讲嘛 那第二个 明确美中之间的底线在哪里 就底线 明确这个底线的界线在哪里 那第三个来讲话 当然是什么 当然是借级用人嘛 借级用人 对 关待美国这次总统选举的结果 所以很多人开玩笑说 如果这一次当然美国大选 是由美国老百姓来投票 如果是联合国193个会员国 跟世界国家主要领袖来投票 那川普一定落选了 为什么 因为喜欢他的盟友的盟国 喜欢美国的盟国 以及讨厌美国的国家 大家共同愿望 都不喜欢川普当选 为什么 因为盟友认为说 有这样一个所谓川普总统当选 那一定是什么 单边主义 美国优先 一定跟盟友的关系无法复合嘛 那所有敌人来讲 大家知道像什么 像伊朗就最典型了嘛 不管你美国怎么刺激怎么挑衅 伊朗从来没有像此刻这么借机用人 绝不能够所配合的美国起舞嘛 所以北京方面 当然面对知道说 美国不断的刺激压力跟挑衅 那这么久都已经能够忍了 哪里 除非你碰他的红线跟底线 否则北京当然不愿意 在这时候过度去刺激川普 或者配合他 帮他助选嘛 川普一个对世界的贡献 就是训练各国领导人的定力 我们等一下回来看一下 说到了讯导盟友 蓬佩奥10月初要来亚洲了 本来还一开始传出说 他是否要因为川普的确诊 要再次考虑 不过周末我们看到的行程表是出来了 应该是确定的 我们大家就回来看一看 这次来的四方会谈安全对话 会有什么样值得关注的亮点 马上回来 不过周末 这次的巨大人 最后再次打电话 最后再次打电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